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第十六愿 国中无不善民愿 愿的大意就是如果我成佛的时候 我所住持的国中的天人 这用乃字就是在这些天人到了极乐世界 不会遇到不善的事实 不善就包括三恶道 女人 六根不具 还有种种难听的声音 噪音 这些事实没有 甚至这个不善的名称都没有 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的话 我就不成佛 这一愿发的很有意思 很细心复念一切往生者的修道 真的是如来善赋念诸菩萨 这是法藏菩萨在考察他方世界 见到有的刹土 有很多不善的事情 很多不善的名 这个不善就是跟我们的真如自信相违背的 而且对今世和来世会产生审害作用的 这叫不善 你比如我们这个世间不善就比较多 五一六成引发的都是我们烦恼的心 这个不善 你听到什么东西 就会跟我们阿纳耶诗的那个捏地的种子 有一个相应 或者说我们听到不善的声音 明相 看到不善的事实 这就是这种外境的折射 表明我们阿纳耶诗就有这样的恶业的种子 那这个恶业的种子起现形 现形形 种子 种子起现形 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使我们在不善的 着恶的状态当中 每况愈下 你比如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是带着无民烦恼过来的 贪欲的心 这个种子很多 于是我们看到的无论是电视 网络 媒体 广告 给我们感光轰击的都是这些东西 翻开报纸看看多少杀到淫忘酒的报道 酒的广告铺天盖地 现在为什么现在很多家长很担心他的小孩的教育 那他老是在这些这个媒体 网络 电视的不善的情况下成长起来 他能好到什么地方去 这个原来一个国王的象很作战非常勇猛 结果杜游天他把那个象要换个地方 就临时把这个象就放在一个寺院旁边 结果一打仗这个象就不那么勇敢了 甚至不会踏杀人了 好像变得软绵绵的了 那这个就问大臣这怎么回事 这个象原来是踏杀人不扎眼 现在怎么不踏杀呀 那原因就是他常常听诵经的声音 诵经的声音听多了 他心里就比较柔软 他就没有那种残害的行为 结果知道这原因 然后就把这个象就放在屠宰场旁边饲养 结果熏悉了很长时间 再一打仗这个象就勇往直前了 敢一踏杀一切了 所以听到天天听到杀猪杀牛的声音 他的那种残忍的心 所谓勇敢的心也上来了 所以听你听到什么 跟我内心世界影响很大 一听好东西就变成好的地方 所以有一个鸟 他常常听一个比丘在那里诵经 听得很多神 有一次有个猎父看到这个鸟 就用那个猎枪 一枪把他打下来了 就死亡了 然后这个鸟一下子就到了刀利天 一到刀利天他就知道 原来他的前身是鸟 为什么原因过来 是由于听那个比丘在诵经 这个善因缘升到了天上 所以他很感恩 所以就这个比丘每次诵经的时候 他都从天上下来 善花供养 好所以这个你看这一院 这个极乐世界没有不善的名 就赋念往生者的清净心 天天菩萨那个记者 就是大称善根界 二称肿不生 女人及根雀 就是女人包括残居的人 六根不聚的人 七方极乐世界都不会生起来 那你看极乐世界没有女人 甚至没有女人的名称 你想想这个感觉就很清净了 你就是说没有那个事实 没有女人事实 但天天都有女人的声音在那里听着 那也比较麻烦了 三恶道的事实没有 连三恶道的名称都没有 清净之至 那有人就问了 阿弥陀经不是说有这个极乐世界很多鸟吗 白鹤 孔雀 鹦鹉 嘉林 平且 共鸣之鸟 那这些鸟可不是畜生道吗 不是三恶道吗 那为什么说这个名称都没有呢 所以阿弥陀经对这个还特意说明 这些鸟不是罪报属生啊 乃是阿弥陀佛 玉令 法音 宣流 变化鼠作 变化鼠作就是由阿弥陀佛的那个摩尼宝珠 代表他的心王的光里面 变化出来的白蛇鸟 所以他既然不是罪报属生 那他就应该是善报了 所以这些白鹤 孔雀 鹦鹉 嘉林 平且 这些名称不是对那些 有恶道体性的鸟的表达 乃是全显奴来的究竟功德 是说以信德美称了 既然是信德美称 那他也就是善民了 所以你看这个阿弥陀佛度众生 他就有一个叫世西谭利益嘛 为什么要变化这些鸟呢 是由于这些往生者 好要这些鸟 是顺着他的好要的这个情来变化的 这就叫世戒西谭 让他生起欢喜之利益 我原来喜好的鸟在这里也有 他就觉得一点遗憾都没有了 顺他的好要来变化 但是呢 不仅仅让他生欢喜了 还进一步的让他灭恶 这些鸟不是让你娱乐的 这些鸟可以讲经说法的 这些鸟发出的哀哑的声音 能够让你灭一切恶 灭恶就是对治西谭了 这个鸟发出的声音 让你生起念佛念法念生之善心 这就是生其善的利益 叫为人西谭了 进一步的你都要思维这个鸟是什么呢 它不是罪报所生 它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 就是佛光显现 于是正悟鸟就是阿弥陀佛 鸟就是法界葬身 这样就得第一亿地 陆里的利益 就叫第一亿地西谭了 我们这个世间充满着不善之民 你只要到外面走一趟 那真是内心就有点又加重的污染 要一段时间才能静下心来 所以大家能够住在寺院 要珍惜寺院的这个环境 相比较试念的不善之民还是少 充满着善民 到听到的都是诵经念佛这些声音 早上起来还能听到小鸟的疑难声 你在城里都听不到鸟的叫声 到处都是汽车的叫声 还有一些噪音 所以这个听闻到什么声音 这跟一个人的福报 业力直接相关 在极乐世界 他听到的都是 这个清唱哀亮的 自然快乐的音声 所以内心就充满着欢乐 欢喜 宁静 祥和 但这个 如果你到地狱里面去 那听到的声音就不一样了 这个能源经讲那个地狱去 众生造十种恶习 他就同时在地狱里面 眼耳鼻舌生意 能得到交付的报应 比如这个六报里面有个文报 文报就是指听什么声音的问题 就是耳闻身所造的孽 就是招引耳根以及其他的五根 交受恶果 所以我们这个耳根 你不善于是耳根喜欢听那些会音会道的声音 实际上当下就在造恶业 如果比如说 喜欢听那些淫荡的声音 他造捏的话 这个耳闻属于水的范围 所以他临终的时候就先见到这种波涛翻滚 把这个天地都给淹没的状态 王者的神识就顺着这个水 水流很急 就落到无间地狱去了 到无间地狱 他的耳根就会出现两种像 一个是开听 就是闻到动像 动像就是种种的吵闹的声音 非常炫耀 非常的噪音 你看这个噪音是很折磨人的 甚至精神会失常的 再就听不到这些事情 又是必听 极无所闻 极无所闻也就很害怕 这个极无所闻令他的忧迫就沉默 他就觉得心没有依托的地方 所以这个耳根的闻爆之水 显现在耳闻上 它就会出现被谴责的声音 你生前做了什么亏心的事 这时候都在谴责你 责问之声 如果体现在眼根上 就显现为雷啊 猴叫啊 还有这个东西在相互撞击的 这种声音 就是非常恶毒的这种气象显现 如果这种闻爆体现在你的鼻子是嗅觉 那嗅觉呢 你就会觉得是语物 好像这个周身都被毒虫所笼罩 就有很难闻的气息显现出来 如果这个体现在舌头 舌头是肠胃的 就会感觉到是有浓有血 种种杂灰不尽的味道 如果体现在生根 生根是比喻这个触摸 就是感觉到为恶鬼畜生 奋尿所接触这个身体 如果体现在这个异根 就是像闪电这个冰暴 来吹碎这个你的心魄之思 他就会受到这些交报 这都是你生前耳根去听那些不善的声音的报应 所以你这个耳根听什么东西 它是跟心性有直接的关联 所以法上菩萨发这意愿 极乐世界一切不善的灵都没有 有的都是实相的声音 念佛念法念身的声音 都是讲经说法的声音 都是清唱哀量的交响乐的声音 他这个心性就在修道层面 就是非常的有利益 所以十方世界 这个不善的东西太多了 善导大师有一个技职 归去来磨香不可停 旷节来流转 六道静皆经 到处无余乐 维闻愁叹生 彼此平生后 若比涅盘成 这首剂子是很有名的 这个表达善导大师的一种深切的净土情怀 归去来瀉 这个传统的这些敬业行人 常常访陶渊明的归去来瀉 来做对净土一往情深的回归的情怀 为什么要归去来 归去来 是三界都是磨香 磨王波寻的范围 磨香就是五一六成 就是贪嗔吃慢 以这些东西为主要内容 充实着这个东西 磨香法弱 法弱磨墙 所以不可有一颗的停留 无量节以来 在这个磨香里面不断的轮转 三界都为磨香 三界都为活宅 所以六道我们都去过 我们也曾经到过天道 也曾经做过畜生 也曾经度过地狱 三个道固然是不可爱 痛不可言 但是你到天道里面 也没有什么意思 天道也无常 天父享尽也是五衰向要献 而且献由于你在天上 是放纵欲望 不讲修行 天父享尽都要下三个道的 所以六道都要看破 彻底放下 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有快乐安稳之处 唯一闻到的是愁忧 哀叨哀叹的声音 你想想在座的主位也过了几十年了 你在几十年生命当中 有多少值得你觉得非常甜蜜的 苦多乐少 甚至苦不堪年 而且是有苦难年 自己很苦 还要装作很快乐的样子 别人问你是不是幸福 还觉得幸福指数很高 自欺欺人 所以这些真的是维闻和探生 所以一定要发愿 必此平生后 诺比涅槃神 极乐世界就是涅槃的 藏了我近的展开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